在春节是连续开奖 那么今天是最后一天咯 这个投奖金额保证1亿元 那这个奖号也在刚刚出炉了 来 注意听咯 分别是09 18 25 27 32 39 而特别号是40号 另外春节大红包奖号是 02 09 13 14 23 25 33 38 跟 47 现在呢有在线上网友有买的话呢 赶快的把它拿出来呢 再自己对一下好吗 那么讲到这个乐透彩券啊 在台北邮监彩券行 分别在大年初二还有初三 都有民众刮完这个刮刮乐 刮出了100万元的奖金 得奖这个民众就很开心的说 刮出百万元的当下 手一直发抖不停的发抖不停发抖 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真的是太开心了 彩券行环身雷动 穿着牛仔夹克的女子 疯狂地跳上跳下 一旁的母亲激动地和店员握手 母女俩乐翻天 因为他们刮中了 可是100万元的大奖 母女俩笑得合不拢嘴 雀跃的心情藏不住 中了百万大奖 还直接献捧100万元现金 带回家 一捆又一捆白滑滑的钞票 捧在手掌心上 中奖的许小姐就直言 真的是爽翻了 大家真的超级爽 然后手都抖 想说这个人真的是我吗 我没有在做梦 还是我有搞清楚状况吗 有没有看错 然后后来太多人都一起来帮我看 然后发现对 其实没错就是100万 坦言一切就如同做梦一样 可这次受到幸运之神眷顾 梦想真的成真 母女俩选在大年初三 来到台北市天母一间采券行 本来不抱其忘 妈妈还一度到附近闲晃 怎么知道女儿竟然就是天选之人 只刮了三张两千元刮刮乐 就刮出百万现金 我妈跟我一样 这样兴奋的狂跳这样 然后我们两个就一直在 老板的柜台前面这样狂跳 然后确认说到底是怎么样 然后后来老板说 还有可能是车子 但后来没有 但是只是就是 我们两个就是太兴奋 想说这幸运之神 怎么可能降临在我们身上 太夸张了这件事情 同样好运挡不住的 还有这两名年轻人 也是在同一间采券行 刮出了百万现金 不过对比前面 嗨到爆的母女党 男子第一反应 竟然是用手不断的 拍打自己的脸颊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要发财了 一旁围观的民众 也兴奋的上前握手祝贺 沾点喜气 就是他说股价还没开出来 我们就想说 就是直接就直接命运的 不要在那边刮老板钱 就直接给老板找 而两人比较务实 打算把发财金拿去还勤学贷 再捐出部分的奖金 回馈社会 而2000元呱呱乐 最大投奖2000万元 总共有三个名额 最终投奖奖落谁家 闲了一夜 身为千万富翁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记者张军慧 蔡炳宏台北参往报道 Cynthia说想看我中奖 我也想看我中奖 我也很想中奖好吗 那么谢谢大家加持 那如果觉得自己还会重量 赶快再出发去买了好不好 迎接收价最后一天 这个上空前 当然要先把这个武藏庙给填饱填满了 我们看到在台南 白河就有一间古早味的面店 除了一面之外 厉害的是他们的卤味 前来排队民众 都是特别要来回味记忆中的老味道 而除了这个面店呢 还有文青排的绿豆沙牛奶 排队至少要100公尺远 有台北的游客把握最后一天出游 一口气就买了六杯 说好不容易买到了 这六杯要慢慢来品尝 舀入肉燥汤汁 利落捞起Q弹面条 入味的豆干卤菜 一刀一刀切全片 老板的手没有停过 是很传统的古早洋葱面的味道 尤其是他家的卤味很好吃 队伍排到外头 收价最后一天 台南这间面店客人超多 满满卤味上桌 原来大家都是抢在收价前 来回味记忆中的老味道 意面卤味一口一口送进嘴里 吃过各地美食 还是家乡味最对味 同样搭配长龙的 还有这间饮料店 窄窄的马路上 民众排成一排 几乎快要看不见镜头 排的人潮至少有100公尺远 有民众排了半小时才排到 都是为了这杯台南超有名的 绿豆沙牛奶 因为就想说很有名 听说很有名就来了 对对对 想吃就来了 看到这个排队人潮有没有吓一看 有啊有吓到了 蛮心讶的 明天从哪里来的 我是从台北来的啦 买了几杯 买了六杯 等一下慢慢喝 去前面赤坎罗喝啦 排半小时而已 其实很快 开学前戏排队名店涌进 大批人潮 游人愿从台北下来台南 就怕太好喝 想喝还得要再排一次 一口气买了六杯 要在寒假最后一天 把想吃想喝的一次 买好买满喝个过瘾 就是蔡仲勋 双配成马家瑜台南报道 讲到吃的大胃王 都不要错过这里 我接下来要讲的 台南有一家低调的快闪店 常常是有桃壳慕名而来 为的就是这个超大 巨无霸 比脸还要大的汉堡 比一般汉堡呢 大上了四五倍 里面夹了非常多的东西 有傻些呢 一起来看 双手捧起 巨无霸汉堡 已经遮住整张脸 光看就超满足 大口咬下 面包咔滋 发出酥脆声响 一整颗吃完饱足感破表 先吃完 我饱一整天 可以分两三吃 这巨无霸汉堡 里头可不马虎 先把起司放在汉堡里 烤到融化 再铺上洋葱 一大片炸猪排 煎蛋 身材跟番茄 也是大把放不熟软 但可别以为这样就没了 这家台胃十足的快餐店 还提供自助沙拉吧 让客人吃到饱 除了水果跟生菜沙拉 还有凉面 萝卜糕甜汤 全都装得满满满 不怕你吃 吃超过十五年了吧 从高中的时候吃到现在 肉也大 然后饭也多 然后沙拉 沙拉吧就随便吃到饱 我们一次就来 蒸了那么多 人家很多的时候 就不用常常这样补货 不到两百元就能享用 巨无霸豬排堡 以及自助沙拉吧 超高CP值吸引大胃王 而高雄这一家热狗摊 也推出匕首长热狗宝 让你从第一口吃到最后一口 都是热狗 四十公分长的是香肠 水煮在煎脆 放进面包里 还没完 跟起司融合的香煎培根 以及半熟荷包蛋 层层堆叠 老板特制 分量十足 我们一般看到的热狗 就是有点无聊 要多发挥一些 不一样的一些元素 加进去我们的热狗里面 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到 不一样的热狗宝 对就是好玩 比手长热狗宝 尺寸惊人 拿在手上也很吸睛 从视觉味觉 征服爱吃热狗宝的套客 记者陈胜义台南高雄综合报道